就是不讓你搜 男子雙手被警方反扣 但一張嘴仍然不停咆哮 反應越大行為更加可疑 警方依法盤查 但才剛碰到男子口袋 嚷嚷要提告男子甚至一把脫掉 上衣要證明自己清白 同一艘車又說警察強制搜索 講話前後矛盾 儘管滿身刺青的男子囂張嗆警 但執法員警依舊冷靜應變 因為他可是被稱為心電戰神的 深坑所尋佐許哲維 人稱心電戰神許哲維 從僅十年七年內就升上尋佐 最高紀錄一年榮獲三百二十隻嘉獎 除了酒駕毒品更是年年破百 經驗豐富見過各種人 對於囂張脫衣嗆瞎的靈性男子 他根本沒在怕 兩名通人也是經過 靈性民眾的同意才進行搜索 但是靈性民眾也是態度囂張 而且咆哮 違規在先站不住腳 只能靠大嗓門 但面對資深尋佐承著執法 靈性男子自知理虧 想上網討拍 還被網友酸暴 可笑行進全民踏伐 記者 楊子健彈可蒙新北市採訪報導